阿弥陀佛 各位同修 我们继续来学习《正法念处经》第82集 上一集世尊说道 与自己丈夫或妻子之外的男女行邪淫者 会堕入众和大地狱的第一个别处 大量受苦恼处 而这里受苦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所谓炎热锋利铁诀 刺令穿彻 一笔铁诀从下刺之背上而出 右腹刺之腹上而出 右腹刺之腰中而出 右腹刺之腱上而出 右腹刺之腱鞋而出 右腹刺之腱鞭而出 右腹刺之腱口而出 腹刺之腹肃而出 避地狱人如是废绝 一切身分 解膝穿破 受大苦恼 若烧若煮 一切身分 士尊说 这里有炎热锋利的铁毛穿刺 洞彻罪人的身体 比如 从下面刺入 从背上穿出 有从下面刺入 从腹部穿出 有刺入 而从腰间穿出 刺入 从双肩穿出 又刺入 从腋下胸部而出 又刺入 从咽喉而出 又刺入 从口腔而出 又破开骷髅 而从头里面穿出 又再刺入 从两耳穿出 地狱罪人就受着这样的穿刺之裤 全身上下到指尖各个部分 全都被刺穿破 受着极大的苦楚 另有的被焚烧或尖煮 身体上下内外 全都受着这样的痛苦煎熬 比受如是诸苦恼已 又付更予 极重苦恼 所谓 负以热盐铁钳 夹拔齐卵 如是乃至所作极业 未坏未赖 业气未尽 与一切食 与苦不止 若恶业境 比地狱处 而乃得托 不只是上述的痛苦 罪人还要面对更重的惩罚 它会被炎热高温的铁钳 甲靶生殖器搞丸 还有铁钳鸟会撕扯 它的稿丸而吞食 它就在一切实处 不停地受着这种大苦 直到恶业势力耗尽了 才能从地狱中解脱 若于前世过去久远 有善业熟 不生恶鬼畜生之道 若生人众同业之处 为第三人 为内观等 比不善业余残果报 这个罪人 如果在过去久远的前世 所做的善业已经成熟 那他就不必再投生 恶鬼与畜生道 但是假使投胎到人道中 他会生在有相同夜感的地方 就会成为男人女人之外的 第三种人 也就是太监 同性恋者 或者人妖等等 这就是 邪淫不善业 残于业力成熟 而在人间得到的果报 下一集 正法念处经 世尊将继继续介绍 众和大地域的第二别处 歌枯处 我们继续学习 南无阿弥陀佛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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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感谢观看